去到我很近的位置 突然說了 死毒X 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對於吊帶和煲胎這件事 我初頭的確是有質疑的 這個一定記得 這個是三人行 三人行裡面一個肥仔警察 我怎麼看? 好事 有一點令人記得 其實做這一行 我們經常說不要太刻意模仿 或者不要太刻意去抄襲人 但是我不是刻意 但是別人覺得像 那真的賺不了 所以希望可以像雪哥那麼厲害 其實雪哥很厲害 不要小看雪哥 脫毒工程 Yeah 脫毒工程我想 算是我拍過的東西 我覺得是最累的 即是無論是拍劇、拍鐘 都會有剪機或者有收工的盒 而脫毒的時候就是 長期會有機器 是否都對著你 然後你會有一個 我可以說一些自己的事嗎? 還有追求女生 不知道 一到這個感情的世界 我就覺得很難 這件事對我來說 所以是一個美好的回憶 當時的我和現在的我 在心態上真的有點不同 當時其實都挺目中無人 甚至乎當時我試過 就是直到出街的時候 我試過在地鐵站 就有一個 她的樣子都是毒X 煞氣騰騰的 快急步地看著走過來 去到我很近的位置 突然說了她 死毒X 然後就走了 然後我發現 什麼?發生什麼事? 這個我想是我人生唯一一次 就是現實中 這樣走過來 不認識的人 去這樣攻擊我 我想是第一次的 我想脫毒是令到 我有一些東西會想多了 所以 真的有些改變 脫毒令我 Baby復仇姬 但我忘記了我的角色名字了 嘩,那時很肥啊 神經病 我想那時可能是最肥的 嘩 完整個人 無論是頭 身體都 各方面都完 原來我有這麼肥的 我真的不知道 好像是導演的想法 都是訂了小綠帽 那… 是啊 都是一些有趣的點子 小綠帽 好,金手指 我看看上一張和看這張 好像感受到自己的成長 因為以前可能在演繹一些角色的時候 以前很表面的 尤其是Baby復仇姬的時候 我還是很多東西很片面的 金手指是真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我們接觸到一些 叫做大… 真是大粒 最大粒的那些 在一個這麼大製作的電影裡面 其實是看到很多東西的 除了我們 怎樣去演好自己之外 就是 不用拍自己的時候 就有很多東西可以觀察 可以看看影帝怎樣做戲 其實很賺 真的有吃有拿 拍金手指 有一個很大的分別就是 如果他們真的為我 量身訂了一套衣服 尤其是這些很有重量 或者很有份量的衣服 即是西裝這些 其實是會幫到我們做戲 你穿著的時候 你會不期然 個人會挺直一點 你會不想自己 好像平時那樣的 它會賦予到一個狀態 給我整個人 西文記 莫直嘛 其實《向西文記》 很有趣 那時候跟導演拍攝的時候 因為《向西文記》是一個系列 那時候導演又跟我溝通 就是說 我不要你做平時那支毒 然後我說 蛤? 這樣嗎? 那你想要什麼? 然後導演說 你想想 你到WOW機那天告訴我 然後 我賦予給莫直的一個狀態就是 我的被人排斥 或者被人杯葛是有原因的 其實就是因為 自己平時的嘴巴也瘋了 其實自己也要隔壞 別人才會這樣對你隔壞 然後我就放大了很多 面對的東西 導演又很喜歡的 就讓我發揮了很多 這方面的嘴戰東西 在角色上 對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明明很多肥仔都很好 我今天拍攝節目 然後導演寫的那份稿 也是叫我去做一些很尷尬的事 就是說什麼? 他的狀態就是 有兩個女主持 然後我出現要幫她們吃辣 我不肯吃 只要她們 就說 吃飽飽就好了 類似那些 抱我 我就肯和你吃 這樣的嗎? 我給大家的印象是這樣的嗎? 啊 夜效 大明哥 我叫大明 夜效是算是我第一次 真的做一個很純粹的 壞蛋的一個角色 我覺得很好玩 那個好玩是 你可以做很多現實中 不會做的事 即是 你現實中 不會真的拿個槌去打人的 即是 腦裏面總會有一本小氣寶 在這些時候 就把那些小氣寶 抹在那些 那些曾經見過的那些壞東西 就拿出來用 我覺得是挺好的發洩 而且 通常做得壞蛋的角色 那個角色都沒有很下場 我就會有一種很伸張正義的感覺 就是 哼 你們的下場都是這樣的 所以 做壞蛋很好 我也挺享受做壞蛋的 啊 地產仔 肥龜 其實呢 很坦白說 我在拍肥龜的時候 可能是我狀態不算很好的時候 我那時候遇到一些 其他工作上的一些問題 令到我那一期的自信 其實工作得很重要 所以我自己心底裡其實有一點在 肥龜這個角色我有一點點愧疚 那個劇組其實很年輕 那個導演是很歡迎我們去玩的 而我真的在裡面 我沒有玩很多 即我沒有給他驚喜 希望有機會可以再跟 徐梓耀導演合作 那就再給他一個驚喜 啊 這個就是飛黃貧達 對於吊帶和煲胎這件事 我初頭的確是有質疑 即我有一個質疑就是 觀眾不是見過嗎 甚至乎連髮型其實不是差很遠 是長度不同了 但是我有一種感覺就是 既然我的服裝那麼像 而我更加要在角色裡面找不到 在劇本上 兩個角色是完全兩種人 即是肥龜是那種很單純很鮮靚 沒什麼機心的那種性格 Flydead是充滿機心 那個腦就是不停地去計算人的人 所以我又反過來 我挺慶幸就是兩個造型很像 但是出來的照片 看起來的感覺可以很不同 那我對於自己在演戲方面也算是有點膠帶 這個是MTR的廣告 是我們致敬周星馳的一套電影的一個角色 其實我是在扮演完美亮的 不化妝不是因為我皮膚好一點 是因為他們發現原理你本身也不算很濃妝 那我覺得也挺好玩 可以 很可以 因為我覺得做女生 就是完全連性別都轉的角色 其實是很大的挑戰 我有一個要求 就是如果要我扮女生 可不可以扮美一點 我很不喜歡那些 假髮好像很差 整件事是很便宜的 扮女人的感覺我不行 但是如果你可以一套專業的 變成一個很女性的人 OK 很歡迎 啊 膠戰膠董 會不會進軍樂壇 恐怕樂壇不會很歡迎我 因為很坦白的 我是唱歌五音不全 跟不到beat 就是我連唱K我都會不斷甩 而且我應該沒試過可以完整不甩地唱完整一首歌 而且如果你說到進軍樂壇 我有一個小秘密想分享 但我不會說完的 就是我最近在學了一種樂器 將來我會有一天公開 但我現在很努力地苦練 所以希望拭目以待 我知道很多人都認得我 但很多人都不願意追蹤我的IG 不如這樣吧 追蹤我的IG 留意一下我發生甚麼事 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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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